云云就可以看到五只全白的小天鹅 奋力拍打翅膀 从天空中飞过 游客赶紧拿起手机捕捉这一瞬间 民众看到忍不住发出赞叹 大家又惊又喜 因为这在宜兰龟山岛 可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龟山岛在这二十几年来开放 我们第一次遇到小天鹅利临龟山岛 非常的娇客 他们大致上是从北方迁徙来到龟山岛 9号早上11点半 游客搭着赏金船来到宜兰龟山岛 结果意外看到小天鹅 这种小天鹅来自西伯利亚 身形跟普通的天鹅相比来得更娇小 一般都会南下到日本或是中国过冬 但这次却飞来宜兰 而且这五只小天鹅当中 有两只成鸟带着三只幼鸟 一同迁移过冬 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目前的状况来说 这些小天鹅已经飞到台湾 宜兰的沿海的四十甲实地了 早上的时候能看到他们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当地赏金船业者也说 龟山岛开放岛屿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看到小天鹅到来 让现场直击到小天鹅现身的民众也直呼 真的很幸运 三新闻黄国瑞 赖一轩宜兰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